伊朗复仇来得太快了,以色列轰炸伊朗大使馆,造成十多人死亡,伊朗能咽下这口气吗?伊朗能不复仇吗?咱们先看看事件回放,当地时间2023年4月1日17时左右,以色列在戈兰高地起飞F35隐身战斗机,发射了六枚空地导弹,袭击伊朗驻利亚大马士革首都大使馆,造成一栋建筑物倒塌,死亡13人。 截止时间4月2日,这13人包括6名叙利亚军人,7名伊朗军人,包括伊朗革命卫队核心人物,圣城旅2号人物穆罕默德,里萨,扎赫迪及其助理官穆罕默德,哈迪,哈吉,拉西米。 以色列真是丧心病狂,用导弹袭击伊朗大使馆,两军交战还不斩来使呢?你直接轰炸大使馆,这在国际法上不允许的,这以色列算是捅了马蜂窝了,报复来得太快了,伊朗肯定按自己的节奏报复以色列的,大家好,欢迎订阅妙文史。 就在以色列袭击伊朗大使馆事件发生后,伊朗两大领导人,最高领袖大阿雅图拉阿里·哈梅内伊,伊朗总统塞伊德·伊布拉辛·莱西,当天第一时间就袭击事件发誓复仇,以色列袭击大使馆行为明显违背了国际法。 伊朗不会坐视不理,一定要为死难者报仇,并扬言此次袭击事件和美国脱不了关系。 当地时间4月1日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召开了最高级别的安全会议,伊朗总统塞伊德·伊布拉辛·莱西主持了会议,专门就以色列袭击大使馆事件商讨对策。 当地时间4月2日,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警告称,以色列严重地违反了国际法,我们保留进一步,一切必要的反击权力。 叙利亚,俄罗斯,黎巴嫩珍主党,约旦等国家纷纷谴责以色列的袭击伊朗大使馆行为。 伊朗已经发誓进行报复,伊朗以实际行动进行复仇行动,就在以色列袭击伊朗大使馆不到12小时,伊朗系武装全部开会,因地质疑地展开了报复行动。 黎巴嫩珍主党使用各种口径的火箭炮,口径333毫米,口径240毫米,口径122毫米,口径107毫米,和各种排击炮。 反坦克导弹对以色列北部边境的几处以军军事基地进行了轰炸和打击,现场浓烟滚滚,巨响不断。 以色列空军驻扎在埃拉特市特尔诺夫空军基地的第133中队,也遭受到了伊朗系武装,伊拉克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强烈报复,这个武装组织利用无人机实施了自杀式攻击。 据来自互联网公开消息,以色列空军133中队装备了美国的F-15战斗机,特尔诺夫空军基地防空系统非常强大,F-15战斗机机库都是加强加固的。 这个基地也是以色列重点防御基地,在以色列袭击伊朗大使馆以前。 伊朗系武装从来没有袭击过这个空军基地,现在这里也不安全了,就在伊朗外长侯赛因,阿米尔·阿卜杜拉西洋扬言美国脱不了干系,并表示,美国要为此负责。 美国白宫听闻此言,立刻跳起来说,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也没有人提前告诉我们,但是以色列确实告诉我们有行动,具体内容没有说。 以色列告诉我们时,以色列战机已经挂弹升空,进行行动了,美国把这件事情撇得一干二净,但是在同一天,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称。 美国拜登政府即将批准一项军售订单,向以色列出售多达180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其中包括多达50架的F-15战斗机。 看来美国还是继续拱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看来是铁了心拉,美国下水。 整个中东地区都是反对以色列行为,以色列是独目难支,唯有拉美国下场,才能保住以色列。 内塔尼亚胡的如意算盘美国门清,但是美国也难啊,现在全世界都很乐意美国下场,可是美国就是不上当,就怕美国的底库露出来,把美国拉入战争。 就是现在以色列政府的小心思,威逼美国加入以色列联盟,好打击伊朗系武装,但是以色列的想法会不会实现,美国会不会下场,我看难啊,美国不会为了小小的以色列压上自己的国家,以色列其实就是与全世界为敌,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以色列对伊朗大使馆的攻击,直接造成了不小的人员和物质损失,更重要的是他攻击的是一国大使馆,实际上等于对伊朗宣战一样,自然也引发了伊朗的愤怒。 伊朗外长表示,内塔尼亚胡因加沙接连失利,战争目标未能实现而精神失常,袭击伊朗使馆违反一切国际准则,以色列将承受后果。 4月2日,伊朗致函联合国安理会称,伊朗保留对以色列袭击伊朗驻大马士革大使馆,做出果断反应的合法和固有权利,伊朗已经直言报复,或许人们不当回事,但是伊朗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态度,在伊朗大使馆被炸12小时后,伊朗系的报复来了。 也就是4月2日凌晨,伊朗系武装对以色列展开报复性打击、行动,其中黎巴嫩针主党武装对以色列北部的几处军事基地发动了巴以开战以来,最猛烈的一轮打击,使用各种口径的远程火箭炮。 大到333毫米,240毫米,122毫米,小到107毫米火箭弹,以及迫击炮和反坦克导弹,对以军的基地发动了打击,从视频看,炸的以色列各个军事基地滚滚浓烟,自从巴以开战以来,黎巴嫩针主党武装,野门胡塞武装,伊拉克什叶派武装等伊朗系武装,一直在利用黎巴嫩南部。 红海等方向,打击以色列,只是打击力度不够,每一次都是一枚反坦克导弹,一枚巡航导弹,或者一架自杀式无人机,这是少有的升级的打击规模,这一次造成的损失,到底有多大不知道,以色列是根本不可能承认自己挨了打。 伊朗系武装对以色列的报复,不仅有黎巴嫩针主党参与,伊拉克伊斯兰抵抗运动也一样参与,发射了自杀式无人机,打击了以色列特尔诺夫空军基地,埃拉特市。 其中,特尔诺夫空军基地驻扎的以色列空军第133中队,装备美国F-15战斗机。 1976年12月10日,以色列从美国订购的首批F-15战斗机,就驻扎在特尔诺夫空军基地,以前没有重点打击过以色列空军基地,主要是防御强大,都是加固极库,很难炸到战机,伊朗系力量现在开始攻击这类南肯的目标,也算是一种进步了,值得注意的。 几乎在以色列攻击伊朗大使馆的同时,美国发布了一份新的对异军售计划,打算以180亿美元的价格,向以色列出售50架F-15战斗机,30枚中程空对空导弹,800多枚MK-842000磅炸弹和500多枚MK-82500磅炸弹等。 这是一个连续数年才能完成的军售项目,目前每年仅生产12架左右的F-15战斗机,何时能交付完毕,无法预算的事情了,但是代表的是,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了。 在以色列空军对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实施轰炸后,美国在第一时间表示自己与空袭无关,还试图为以色列开拓。 伊朗外长阿卜杜拉西洋表示,作为以色列政府的支持者,美国必须为此负责。 美国白宫官员马上就对伊朗当局表示,美国没有参与以色列对伊朗驻叙利亚大马士革大使馆的袭击一事。 美国白宫官员紧急撇开,以色列空军F-35战斗机轰炸伊朗大使馆一事,毕竟伊朗的报复,说来就来了,并且美国算得很准,伊朗系开始轰炸以色列本土和边境地区。 如果美国不及时表面态度,挨着的可能就是在中东的美军部队了,在这件事情上,美国确实没有必要参与以色列,或许美国早已提醒过以色列,不要攻击伊朗目标,这回属于以色列有意惹事,凸显以色列的独立性。 但是美国猜到了伊朗一定会实施大规模报复,事实也确实如此。 伊朗报酬来得太快,自杀是无人机,炸向以色列F-15战机基地,如果把黎巴嫩针主党武装等对以色列的打击计算在内,等于向以色列全境打圆火,关于上述打击造成的影响,按照以色列军方的传统,根本不会承认会隐瞒相关的情况,这样的事件对于以色列并非什么好事。 看似把伊朗驻叙利亚大马士革大使馆给炸了,造成伊朗革命卫队的许多重要人员伤亡,但是对于目前的巴以战争来说,根本谈不上什么影响。 以色列炸伊朗大使馆,不是想对伊朗施压,以阻止伊朗参战,而是把伊朗拉下场,一旦伊朗参战,可能迫使美国也参战,最终形成美以联盟,从而逼迫美国坚持支持伊朗的战略,把美国拉入战争,或许以色列赢得巴以战争的唯一机会。 但是美国真的会愿意为了以色列挑起一场世界大战吗?美国虽然一直在支持以色列,但是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矛盾也不小,想要试图逼迫美国参战并不是什么上策,成功率可不高,或许以色列的战略只能适得其反,现在的以色列肆意妄为已经与世皆敌了,以色列实际上走上了一条绝路。